各位夥伴大家好 今天我們在找一個帥哥 KT 那大家先訂閱他的頻道 再來訂閱我的頻道 KT Channel 再來訂閱這個吉米圈的iPhone和台灣 好不好 大家感謝大家自找 我們今天來試錄音機跟麥克風 所以主要就是說 不管是YouTube或是我們拍影片 其實都會遇到這種 你看我們這種吵雜的環節 來我們畫面帶一下 太誇張了 對啊 馬路旁邊 大家車子上噴來噴去 那個講話聲音都聽不到 對 真的 對啊 好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們先第一個試給大家看 是這個產品 Tastecam的這個 它其實我本來以為是這個 MiniMine 結果他們說定義成這個 應該是定義為錄音機 錄音機 打開給大家看 他們說應該叫錄音機 不應該叫做MiniMine 為什麼呢 它其實跟我們身上帶的這個很像 跟我們身上帶的這個MiniMine很像 跟我們這個很像 但是他說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它上面直接有這個SD卡 嗯哼 就直接錄進去 它可以直接錄在這裡面 就直接錄進去 對 那像現在這個咧 像這個我們必須要有H6才錄起來 那費用又會再增加 所以你看嘛 那個1萬8的加上這個1萬多塊2萬多塊 就爆掉了 這樣真的太貴了 對啊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錄一下 一樣別在身上 然後呢 就是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那我們錄像這個 KT在自拍的時候 就不用上面接這麼大一支 反正就是講自己聲音而已嘛 然後就是 畫面錄回去之後再接在一起就好了 我就可以輕鬆的用一個 簡易型的腳架 也不用外接麥克風 對 不然大家都以為說 純毛毛的是什麼東西 對 大家以為我很專業 對啦 這個也是一個其他重要的一個項目 所以說呢 這個是其中我們來回家測試的就是 它算是錄音機 不是迷你麥克風 跟我們這不一樣 我們這只有收音回來 然後剩下自己解決 然後就純粹錄在這個SD卡上面 然後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設定這個 雙錄字 雙錄字 就是說它一次錄兩個檔案 兩口聲音嗎 也不是耶 它就是說它把這個檔案 通常我們寫到這個 這個記憶體裡面 其實不是只有一個檔案 比如說123點 不管是WAVE或什麼檔 它一次寫兩個 還有另外一個備份檔 備份檔就對了 對對對 下一個 這個其實就是 你現在用的這個 對對對 這個 這個Rod的這個 Videomicro 對對對 你用的怎麼樣 我覺得還OK 還不錯 對就是如果我覺得是 入門想要 想要買這種東西 想要買指向型麥克風的話 Videomicro是非常好的選擇 至少錄到現在 我覺得它 因為它有抗噪的龍毛 對 所以它封切身 不太會收進去 一般來講 抗噪這個 這部毛呢 要另外買對不對 你這個買就送了嗎 買了就送啦 那這樣就是很超值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不需要接電 對 它不用接電 不用放電池 不用充電什麼的 就是 插上去直接開幹的 對最怕的就是 大家在錄影的時候 對 開了麥克風 開了攝影 結果沒開麥克風 對 然後錄出來就完全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超幹的 超級幹 你還可以說 啊好啊對不對 結果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就 欸所以身上這個麥克風其實也很重要 對啊 這種麥克風其實很重要 對啊 勾另外一個輸入 多一個備份啊 對啊 因為它是它的嘛 對對對 我剛剛看一下有沒有錄 有按到 有有按到 這個也是要開電啊 也是要 這個要電啊 這個有開 這個叫做發射器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接收器 哇這樣好多電池 然後再錄到這個錄音機裡面 對 對 那當然聲音是聲音品質有差的啊 再來當然要吸你更厲害的啊 這就是更高階的這個 這個我超想買 來我們先打開來看啊 這個我超想買的耶 大家都很想要的這個東西 真的而且它是Pro Plus嗎 對 我大概知道 我的是遙遠的第一代 對對對 遙遠的第一代 大家其實看怎麼分辨 看這個檢證機構 欸真的耶 它還有檢證機構 對啊 這個檢證機構呢 其實就是有沒有 咚咚咚咚的 那現在新的呢已經改變了啊 這其實已經 我覺得應該已經算第三代了 這個 這個太長了 它的檢證機構改成這樣子了 不會像我這個這麼脆弱 它是用彈性繩 你有沒有 我拿一個 好你拿一個 它這只是 它這只是那個啊 橡皮筋 對對對 講難聽一點就是橡皮筋 對 然後你沒有放 但你來我們走走看 欸可是它當初 它已經是很屌的東西了 很屌 這樣側面 那一代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剛剛遇到的那個狀況 還是要開電對不對 就是要放這個電池 就是要放這個電池 這種的 這個電池呢 你知道哪9V嗎 這個便利商沒有嗎 沒電池很有戲啊 這就是缺點 那所以說這一個 老實說我也很少用 這次真的很厲害 其實我已經 Follow它很久了 哎呀等一下你聽到聲音 你應該就會 真的假的 不行不行不行 好這不會裝 等一下再回去裝 不是啊你故意挑一個7-11旁邊 就是要我去 等一下直接領現金 是不是 然後呢 我當然要講一下它厲害在哪裡 對不對 好 這真的太強 第一個就是指向性嘛 對著你要講要遠 等一下我們要一次 然後上面其實有很多按鈕 你有沒有看到 有 剛剛講到電的問題這邊來 這邊打開來 電池 它現在改成離電 對 離電 要充電 那哪裡沒電呢 就去便利商店買一下 買那個3號電池 再進去兩顆 假設你又沒有充到電 又沒有便利商店可以買電池 那最後還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Micro USB 你中間有行動電源 對 人家有插上器 它就可以長時間公佔 然後呢它這邊其實這次也改了 它線可以 線可以 接3.5嗎 不是 線可以拔下來 對可以拔下來 或是改成這樣有螺絲的有沒有 你不小心 怕跑掉 你可以把人鎖在上面 對 那像我舊的這個啊 因為它都有一點線都在上面 所以我不能換線 對對對對對 對啊 麻煩 那它呢就 收納又更方便了一點 對啊 好 第二個就是說 它其實有很多模式 你看這裡 我們先開電 那這75100就是highpass 就是把這些聲音拉掉 它會直接濾掉對不對 有沒有 感覺這樣還不夠 就再來 這樣子 那這邊呢就是 收音的增幅 增跟減 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收音很小聲 我們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 就是更大聲這樣 那然後呢它還有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圖案 嗯 這個圖案就是你加上毛套之後 來用的 對 就會進入毛套模式 那還有一個模式 就是說 因為我們去 像我們去參加那種 表演會或什麼 對 旁邊很吵 對 不是跑到那邊很吵 是旁邊 像我跟KT錄影的時候 最怕就是 它突然講high的時候 聲音會突然很high很大聲 很爆 但是我們聲音呢 設定在一定的level的時候 突然就爆掉了 所以說這個時候 它有另外一個模式叫做 Safe Mode Safe Mode 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按下去之後 它另外是Safe Mode 它另外 會把左右 因為它這其實 左右分開 它左邊錄標準的聲音 右邊錄降10db的聲音 就是故意要把我聲音降低就對了 就是你會有另外一個10db 降下來的聲音 錄下來之後呢 你就不用怕這個KT亂叫 哈哈哈哈 這個 怎麼樣不錯吧 魔性槍 有這個功能我非常吸引我 因為像我們去 像有時候去錄那個 演唱會或是 特別會是吧 對 突然人家就high起來了 或者說突然大聲起來了 趕快再調來不及了 因為已經爆掉了 所以它側 它旁邊的聲音是小的 然後指向性的聲音會更清楚 但是它錄下來 因為這個其實是單聲道的 是 但是你其實錄下來是立體聲 對 的檔案 那它左邊發的原因 右邊的降10db 就比較小聲一點的聲音 所以說如果你遇到那種狀況 你就拿右邊的聲檔來用 哦 好不好 這樣不了解嗎 聽起來不太了解 好沒關係 我之後再解釋 哈哈 太專業了 太專業了 然後呢 這個呢是這個 手機的 這是 iPhone的用的 這個這個 你的手機拿出來一下 我有 來了 對 MAX嗎 不是不是 我只是iPhone X而已 他呢這個就是 Lightning 嗯 所以說我們就直接呢 拿來呢 裝上去 因為其實很多人喔 就是懶的 像我們一樣搞一大堆有沒有 對 那你看尤其女生 他就這樣就直播啦 不然就放過來轉過來 而且iPhone 基本上 iPhone基本上大家都有 對啊 然後他還有一個好處是說 你如果是不爽 再加一個 他是差的 單純是插監聽的 對 插監聽的 那還有送兔毛 也是有送兔毛 所以那個一定有啦 那個打開一定有 一定有 對啊 他們家的東西真的CP值很高 就是基本上 呃 該有的東西 你不需要再另外去買 所以這也是我當初選這個 VideoMicro的原因 買一盒直接解決 喔 他這個是 他這個是保護那個 好你拿等一下 他就是讓他更穩 唉唷 他就是讓他更穩 唉唷 唉唷 我都還不知道這個喔 你也比較專業 所以他應該是這樣子用的喔 有有這個 是嗎 對對對 沒錯 那所以說是事後再加上去喔 欸 事前吧 唉唷 有道理 你手機的厚度不同 然後就可以調整 喔 喔 這樣子真的是更 不怕他去 比較不怕他去折搭 對對對 當然還是要小心啦 然後就可以堅定 我們測試 今天是要破壞測試是不是 沒有餒 直接手刀 我們手刀試想看 我們要買單好不好 你要直接買單嗎 最重要三個東西 一起講 太毒了 這個呢 是SC6L 然後這個是SC4 然後這是這個 Smart Lab Plus 這個講英文太複雜了 我們先從這開始講啦 一切的起源呢 就是為了這個 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是Lining 對 來手機再來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一切起源是它 很多人都問我說呢 我們進到iPhone X之後 是7 其實應該是7以後啦 對 沒有3.5啦 那那個 我們這種 你那種麥克風還要插哪 3.5沒地方插 沒地方插 對不對 那我網路上面教大家 一大堆方法呢 用了一些老鼠線 什麼原廠線 我教大家用這個老鼠線 嗯 用原廠的這個 原廠附送的 附送的這個頭 然後呢 接上這個 改製器改裝的電腦 一邊是麥克風 一邊是耳機的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耳機剪掉 剩下麥克風了 我教大家這樣子接 但是呢 但是呢 大家都搞不懂就是 要先接麥克風 然後再插上去 這順序非常重要 但是大家都怎麼幹 你知道嗎 先接上去 接上去 然後麥克風再接上去 對阿 是我也會這樣子弄阿 對阿 所以安全的方法是要 這邊都接好之後再上去 他才知道說 阿你接的是麥克風 就是一個概念是這樣子的 但是呢 大家都搞不懂 沒辦法 然後呢 大家這一條線都亂買 都買不到可以用的 那怎麼辦 我就去弄這條線 那我問你一下 如果我們只裝這樣的話 對 也需要剛剛的流程嗎 一定要 接上去之後再插上去 會最安全 對 這樣辨識度最好 哇 然後你千萬不要把麥克風 直接接到這裡 就插到iPhone上面 那不可能的啦 除非是iPhone專用的麥克風 喔 還有這樣子喔 對 因為我們簡單講 一般的麥克風 大家都可以看到是這種 兩環三節的 兩環三節 對 這是一般的麥克風 但是呢 你看iPhone上面的線都是這種 三環四節的 所以說 因為前面兩個是那個 耳機的後面一個底線 最後一個是麥克風 所以說呢 你這樣子都不太好 有沒有 對 對啊 所以說呢 一定要用它來去把它分離出來 很複雜 所以說呢 就出了一個這個 這個就讓我們 來 手機來 還必要 我們要接完之後才能接上去 一樣是要這樣 視序一定要 那它這個好處就是說 它這邊呢 有兩個這個 有沒有 一個麥克 兩個麥克 還是可以接兩個麥克 它可以是接兩個麥克 然後還多了一個監聽孔 對 那但是呢 人生總是有個Bud 人生總是有個Bud 它還是要一個線 但是要轉接線 才能夠去接我們一般的這種 這種 兩環三節的麥克風 不然的話 它其實是設計給這個用的 就是說這個聲音好厲害喔 這是我們現在這個嗎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他們自己出的 配這條的麥克風線 這種東西抗風罩怎麼樣 抗風罩其實呢 就是還好啦 還好喔 有沒有 三環四節的有沒有 所以說這種就可以直接接 那如果不是三環四節的麥克風 請你買這個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有沒有發現到 很麻煩 要去接一般的麥克風 我們接剛剛的這個Rod 就這樣接 Rod就這樣接 接 然後就可以接好了之後 就可以插上我們的那個 Rod現在是開著麥克風 開著 對啊對啊 Rod有那個嗎 有什麼 它這個有記憶卡嗎 沒有耶 它也是直接 我記得好像有款這個有記憶卡 是不是 還是我記錯了 這個 Plus就是不一樣 它這個冷靴 的質感就是有差 喔這樣子啊 你看 對啊 跟你的不一樣嗎 不一樣啊不一樣啊 喔 冷靴質感 那個是塑膠的 這個感覺 感覺不錯喔 有沒有大家記得 建議用這種軟體啊 我們旁邊馬上就可以 這是External的這個麥克有沒有 我現在是把它設定成 一二的這個通道有沒有 嗯 一二通道分別錄不一樣的這個 一二通道分別錄不一樣的麥克風 對 像這個是這邊的 我敲給你看 對 你敲到那邊看看 是另外一邊的 喔 就是這樣子 喔 所以說這個是 你iPhone呢 你不管是直播幹嘛 你就可以外接麥克風 指向的跟自己的這個 迷你麥克風 這樣子的受訪者 跟這個訪問者呢 都可以收到好的聲音 一人兩邊 一人一支就對了 應該是說這樣 以前以後 前面對著KT啊 然後這個這樣子 對對對 這樣我自己這樣講 這樣我們直播 就不會永遠 那個記者聲音都悶悶的 記者也是網紅對不對 所以也要 也要好一點 就這樣 對啊 雙聲道還是有用 對啊 那這樣 今天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待會要 錄出來給試給大家聽 剛剛前面講完 我們現在接著繼續 那順便給 把這個辛苦的動作拍給人家 對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那其實我今天來的目的呢 很簡單 就是來洗這個KT來買這個 哈哈 BTO Micro Plus 這真的會被洗到好不好 真的太誇張了 我們會再把它畫面剪進去 就是說它這個 等一下你說洗到的畫面嗎 洗到我付錢的畫面 可以喔可以喔可以喔 好 對啊 因為說它這次這個麥克風呢 我們這個 已經把 剛剛之前那個阿輝也提到 就是說 電池 這個9V的電池很難買 嗯 然後希望能改成這個充電的 對 那這次更棒 就是說它除了充電之外呢 還可以放電池 放兩顆三 反正小的 如果你再忘記帶呢 那還可以有這麥克風 可以插上去充電 不錯 那另外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Tescom的這個 我們本來以為是MiniMine 以為是跟我們這個一樣的 這個我口袋 大家口袋拿出來 好 MiniMine 結果呢它是一個錄音機 意思就是說 它上面呢有這個 SD卡 就直接把這個畫面的聲音 錄進去 對 錄進去裡面 好 所以它是一個錄音機 所以你就不用再搞一個 那麼大的一個毛毛頭 對啊 搞這個毛毛頭這樣子這樣子 對 然後自己不在身上 反正你怎麼扯 大家都聽得到你的聲音 而且它蠻小一顆 也不會像這個那麼重 對 而且它直接錄進去 我們這個還要另外再加這個H6 錄起來 H6還要看一下有沒有錄 有錄好 對啊 這不錯耶 這其實不錯 而且這樣做採訪的時候 直接拿這樣 就可以採訪 你直接督給人家也是可以 要督給人家就好啦 也是可以 另外一個重點是這個 S-C6L 就是說iPhone上面 能夠去外掛兩個 麥克風 輸入 然後還有監聽 這個是 之前我們用這個老鼠尾巴做不到的事情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看得到 看得到 最主要麥克風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在這種 吵雜的環境 車來車往 我們到底講什麼 我們講很大聲 它現在直播的話是 有聲音嗎 還是它聲音是用哪一組訊號 它現在聲音應該是直接從這個 A7 A7 沒有沒有沒有 A7直接出來的 A7的聲音 因為我們有把那個接上我們接到的錄音機裡面 喔 了解 對啊 所以大家現在應該還是聽得到那個 旁邊 公車啊 或是馬路車子的聲音 好 現在這 大家聽到的聲音就是 Videomicro Pro Plus 對 的聲音 大家聽聽看怎麼樣 對啊 其實呢還是要 我們邊講 邊讓後面的這些騎摩托車的辛苦的演員 對 來幫我們 今天我們大製作請了非常多的車 在後面開來開去 你看我們就請了一台公車來了 沒錯沒錯 喔 一台汽車 他們很辛苦 這邊照相機就好過圈了 然後現在是 換到了這個 這個 iPhone iPhone手持式的 iPhone上面的是這個 它名字好像一樣耶 是嗎 這個啦 它叫什麼 喔 Videomicro Me me喔 Videomicro Me 現在大家聽到的是這個聲音 是直接插在這個 我們Nighting的這個接頭上面 對 是用這種自拍組啊幹嘛 對 然後現在大家聽到的就是 Videomicro Videomicro的聲音 對 我們剛剛請雷神吹一陣風過來 喔 現在剛好有一陣風喔 車的風有點大 所以 風聲不知道會不會錄進去 對啊 應該是沒有 這個是Videomicro 這個 Videomicro Videomicro 這個非常的超值 我覺得 而且很多YouTuber都用這個 對對對 到底多少錢 這個我買 幾千塊 兩千 兩千上下吧 對啊 而且它不用插電 應該說不用給電 不用給電 不用放電池 不用充電 不用擦上去就開工了 用GoPro只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喔 真的 來解釋一下 它不能用Quick Start 不能用 不能就是 一般我們GoPro 直接按上面就可以錄影了 然後它就會有訊號打開 但是因為送電的關係 對 所以你要先開機 先開機 對 正常程序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程序非常重要 先把機器打開 先把機器打開之後 它的電壓才會夠 然後它就會送電過來 Videomicro 對 這樣子錄影的時候 才會 影片才會有聲音 不然錄老半天 結果沒聲音 好回去 會不會發生這件事情呢 吉米秋就會告訴大家 對 如果這次影片大家都沒有看到 就是表示 沒有錄好 結果就被放棄掉 對對對 從頭到尾根本就沒有聲音 我常幹這種事情 真的假的 就是辛苦工作的話 結果發現最重要的聲音沒有錄到 聲音沒錄到就很幹 或是像這個也會忘記開 對阿 或是說錄到又沒電 所以我們要監聽監開一下 所以其實應該 但是換句話說 這個東西 它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雖然說不定我出去還是Videomicro可以架著 對對對 然後這可以當一個備用音源 因為那你總是對著人家 對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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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我們自己講話聲音也要錄阿 為什麼都是那麼愛錄人家 不然每次記者聲音都小小小 那個KT你今天怎麼遇到哪個什麼 然後對方聲音就很大聲這樣 對方很大 然後都聽不到 原來是這樣子有 當然啊 最好呢 如果有預算到 就找一個阿倫在後面幫他們抄 在收音阿 再找誰在幫他們控這個攝影機阿 阿倫在後面拿碰 阿倫謝謝你今天翹班來 謝謝謝謝 對對對 欸好啦 欸阿倫讓你舉高一點 麻煩你舉高一點 對對對 等一下我再帶你吃好吃的 對啊 就他留言說 我在 我根本在這邊 欸 有人在看欸 對啊 我朋友有進來 感謝他 所以說你看嘛 你分享有效啊 嗨嗨嗨 我的手機都在這邊直播 所以沒搞頭 對啊 真的 對啊 欸這樣子 我來分享一下看看好了 對啊 你也開一下你的分享 不是重點是自己分享自己的很好笑好不好 沒有我們現在在測試一個直播設備 不是阿你自己分享自己的看不到阿 除非你分享去你的那個社團阿 這樣寫貼 我們直接分享就好了阿 你的那個惡魔島跟那個 iPhone iPhone 4.TW iPhone 4 不用啦 因為我們這不是認真的分享 不是阿我們做什麼事情都很認真好不好 只是說我們現在在測試麥克風設備跟直播設備 這個腳架很厲害 對啊 這個腳架真的很厲害 這腳架 那你這樣子要再順便一下來 這腳架的秘密也在這裡啦 它本來就是一個 一片就放在你的這個 皮獎裡面 嗯 那你今天像我們三隻四隻腳架 全部都用完了之後呢 沒搞頭就只好打開了 對 然後轉一下 然後放在桌上 然後這個手機規了 等一下錄 好謝謝收看 對啊 這其實就我買多次的時候 真的喔 因為你放在包包你手 總是不知道哪一天你剛好要用到 而且我之前買那個 那個什麼牌子 你現在腳架的那個牌子 manphoto manphoto的那個 最小的那個腳架 哈哈 它 我有開箱可以 我有開箱可以點這裡 請看訂閱KT的頻道 可以點這裡 然後可是它有個致命的缺點 什麼缺點 我放在包包每次過海關的時候 海關絕對會 不是 它會 它在那個X光機上面 看起來像一隻叉子 喔 它很像 很像 超九成吧 很像一個Sphere 那個毛的那個頭 對很像三隻毛 很像那個會插人的東西 很像武器就對了 我都要 每次過完檢都被插 這個不錯 這個我覺得 期待惡魔島可以上一下 這個喔 這個是這個 有點難 不過這個不用驗 可以找某個代理商 喔真的喔 Tommy Tommy不要再去那個歐洲 這個玩的讓大家很羨慕 Tommy現在有沒有在 趕快去代理一下好不好 這東西真的很好 我剛剛看到在吃烤魯歌啊 烤魯歌 然後又買那個remoa的行李箱 對啊 好羨慕 讓人家羨慕的生活 就是這種到德國 對 出差到德國 我們出差到泰國 差太多了吧 我們出差到台北市 台北縣這樣 八道啊 你出差到八道嗎 對啊 今天到北投還好 你看今天我分享一下 可能應該比較多人 有有有 現在對不起聲音 我們沒有辦法切換 因為我們現在 是直接A73的聲音出來 對現在有進來看 我的朋友 現在我們就是在錄一個 麥克風的開箱影片 對 這邊一整箱啦 那但是 聲音的表現 我們要後製才能夠呈現 現在沒辦法表現 然後為什麼直播呢 是因為又還有一台 我們有一個直播神器 這個直播神器 很厲害 它既可以當監看螢幕 又可以當直播神器 對啊 我剛看你好像可以直播到 YouTube 對 Facebook 而且是同時喔 Twitter 所有都可以對不對 還有Twitch 還有Twitch 對 而且畫質它是不是會更好 畫質很好 我看它現在流量是 1500多BPS啊 它這個流量就是要靠 機器本身再去轉換 沒有它是我的Wi-Fi的 這有點困響 對啊 因為一般有時候 你光直播的話會有個問題是 你的流量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對 你直播的畫面會很糊 太圓了啦 我們這個Paul的新代理的產品 這個 URO Live 這大概多少音量 這多少音量不重要好不好 好用比較重要 好恐怖喔 它基本上我們先把它當作 我們一開始其實把它當作那個 監看的 監看畫面 因為大家 我們自拍的時候看不到畫面 對 尤其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我們這張應該拍起來 手機拍一下 來來來來 它其實還可以 還可以插入第二條 第二條訊號啦 只是呢 我們現在還距離開 而且我覺得很重要是 但我現在自己就是用iPhone7 在當監看螢幕 可是這個 iPhone7監看有線 因為它只能監看GoPro 除非有它外接線 然後還要下載另外的程式軟體 對 才能把相機的畫面導到上面 其實你看我們用一個早上 它還70幾%電 對啊 蠻多的 我們幾點開始錄的 10點 我們這個 你看我們這支 這支就錄了 50分鐘了 表示我們有錄一個小時 而且我的GoPro都快要沒電了 然後它的還有電 它還有70幾% 所以那個直播神貼機 還挺厲害 就是說它如果靠在我們前面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導播機來用 好啦 陳毅如跟吳昌宏 我要講的是 到時候如果看這開箱影片 你們就可以知道說 指向型麥克風 跟有沒有裝 有裝跟沒裝的差異在那裡 對 然後就可以知道我們KT有多吵 對 我就在他旁邊一直搶他的話 對 我就在他旁邊一直搶他的話 要這樣 要斷 沒有 我其實擔心的是這個量表 一直爆 一直爆 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它現在收的是誰 那一支可以再錄一個 降式DB的聲音多好 可是它是右邊啊 右邊其實是我這支 右邊是你那支喔 對 我現在是小麥克風 確定嗎 就是它爆掉了 沒有 爆掉是左邊啦 我拍拍看 對啦 左邊爆掉啦 就是你講太大聲喔 對不對 這支 這支辛苦的一代還在工作呢 辛苦的一代還在工作 辛苦的一代還在工作 對啊 好 突然靜下 太安靜了 我們現在這個臨時演員 車子都還沒有 還沒經過 不是啊 我們經費不夠 所以這些臨時演員 他們都離開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 把這些東西拿出來試給大家看 那會不會 剪出來可能 會不會剪出來是因為 要回去看有沒有聲音 對 有沒有錄到 對 而且我會不會剪出來 不一定 吉米修是一定會剪 因為我要剪的話好像 哇 這會 可以啊 你這聲音OK啊 它沒電了 GoPro沒電了 我們的VideoMicro沒電了 我剛問了47跟6有什麼差別 有 差很多 差很多啊 所以基本上不用試了 反正就7就對了 沒有 我剛把他換電子 結果我的電子放在樓上 沒關係啦 有放進來下來 對啊 反正呢 要買GoPro的人 請直接買7 7 Black好不好 7 Black 要沒有 7 Black 趕快去賣掉了 這個GoPro你要外接麥克風 幫他去買一個這個 Adapter 這多少錢 請說 一千 一千兩百多是不是 兩百多而已嗎 一千六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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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忘記金額了 這真的太貴了 對 現在就期待那個DJI 那個Pocket Osmoke Pocket 他的那個 他的轉換 Type-C轉3.5M 應該沒有那麼大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是說 因為他這邊是一個 Type-C的接頭 接上機之後 你這邊就沒有Type-C了 對 那會沒電對不對 對 所以這邊這個是可以給你充電的吧 對 可是好 講到這邊又有一個重點 又有個問題 我自己的經驗不知道為什麼 我 裝上他對不對 對 然後又裝上麥克風 對 這樣錄的時候聲音是沒問題的 對 可是我又加一個外接電源的時候 因為我的環形燈有外接電源 我加上去的時候 他會 聲音跟音軌不同 哦 像啊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還是因為那個電流太強去 嗯 不知道為什麼 那就當作我前面沒有講過啦 哈哈哈哈 反正是接麥克風的啦 對 電池都準備幾顆啦 可是接行動電源應該沒問題啦 我在懷疑是我電流太強 哦 行動電源可能會比較好 電池的那種部分 對 反正外出就是這樣 你看本來一個小小的GoPro搞到這麼大一顆 沒辦法啦 這就是YouTube的這些 這是我們的悲哀 對 苦衷啊 那你的iPhone沒有3D 有沒有要去買這種東西 不是啦 這個是原本就有附的 然後呢 要買就買這個老鼠線 我有做教學 但是大家都看不懂 好悲哀喔 你那個教學我沒有 之前啊 你都沒有看啦 我知道 沒有因為那時候 我好像有看 我好像有看 有晃過去啦 這就是外接的方法 但是呢 還是這個好用 欸那個誰 陳怡峰不是要來嗎 這個啊 SC6 我們其實今天主要是試這個 這個 今天重點是它嗎 對啊 就我們前面這個啊 為了它 然後帶那麼多麥克風來 然後再跨 就是把這些 越級挑戰 這大魔王 連那個最貴的都帶出來 所以那個東西到時候 會在你的平台上出現嗎 對對對 會啊 惡魔達會有 接兩個聲音不錯 對 iPhone用這個 用這個 紅Band 不然一般是要 是要那個 兩邊的 兩邊頭的那種 是這一台嗎 Zoom Zoom對啊 這現在有在收音嗎 有在收音對啊 所以這樣摸它可能也會出現 很吵的聲音 洗刷刷的聲音 洗刷刷的聲音 對啊 A73 沒裝子相信一定會收到測試 不過A73的收音 說真的 它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麥克風在前面還是後面 前面兩個 前面兩個 超級想買A73 如果明年生日禮物可以收到A73 跟它的鏡頭還有 Videomicro Plus的話 我會幫你把這段剪起來寄給你老婆 對啊 你老公的願望是這個 你記得 就是Sony的A73 你講清楚一點他也不會買錯 那鏡頭我應該買怎樣 鏡頭 這個講到鏡頭 我之前呢 就是用那個Sigma的MCC 轉接Kano鏡頭 不要 直接買Sony的鏡頭 那個 你用 A7 就是用Sony的機身啊 對 黑科技 很厲害 但是呢 你不用它的鏡頭 你只用到50%的黑科技 會那個 綁手綁腳對不對 對 那你用到 我現在換到這個 效能全開 感謝打公仔的這個分享 這顆鏡頭給我 打公仔賣的嗎 對對對 還好會搶到 Sony的這個 那個Kit鏡 早知道我就是搶了 然後 它錄影真的超神的 它這個對焦 就完全我不用理它了 它那個距離是多少 多少到多少 它不是這個 它這顆是好像35-70 一樣 38-70 忘記了 總之我要的是它的自動對焦 真的超強 錄影的時候真的是100分 哇 不行你跑到前面去看看 來你跑到前面去 好近喔 有嗎 對到我嗎 有耶有耶 你變緊身了 對啊 我躲起來就是這個啦 OK歡迎收看KT Channel 大家好我是KT 那請大家趕快去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不知道怎麼訂閱到 YouTube搜尋 我是KT 就有了喔 我也要順便介紹一下 OK 然後現在你們看到這個是 iPhone 4TW 是吉米秋的頻道 然後它有非常多熱門的開箱 3C的東西可以在上面 然後還有很多 我覺得很多是那種生活旅遊的東西 然後還有跑車 喜歡看這種貴的東西 就是看它的就對了啦 精緻的 對啊 感謝KT支持啦 他想買這個 我再寄這個購買連結給大家 好 對焦真的不錯 有沒有它就超準的啊 超方便的 而且蠻快的 你看有沒有是不是超讚的 超輕的 真的耶 真的耶 對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你如果真的要買買KT 買KT 買KT喔 對啊 就是買一整組的 這樣基本上夠用 對啊 我本來要買的那一支24105 單鏡頭就要4萬多 太貴了吧 就是怕死啊 這台才5萬9 鏡頭要4萬多 那這個鏡頭要多少錢 這個鏡頭喔 你買KT鏡就好了 KT的話就包含啦 好 大概多1萬 它1萬塊錢 所以我7、8萬就可以搞定就對了 不用啦大概7萬 但是缺貨喔 現在都缺貨 這是最麻煩的 我不知道送你們在幹嘛 你的意思是說它有 機身含鏡頭的一個組合 對叫KT KT 所以我們稱之這個叫KT鏡 它是組合在裡面的那一個 那當然還有單獨賣機身的 所以我正確的來講 應該是跟老婆說是A73 KT KIT 對 OKOKOK 好啦好啦好啦 沒辦法 這樣會比這樣拆開買便宜更多喔 對啊 比較划算啦 超划算的 比較像這個很多人喔 少買個名牌包就有了 對啊 才差不多一個掛鉤的錢而已 真的真的真的 對 設備真的都很貴喔 對啊 你看我們前面這些 這樣陸陸續續 你看我畫的都算少了 基米秀就花 我們賺的錢都在這裡啦 都在上面都在上面 對啊 然後我覺得iPhone這個不錯啊 這個真的很好啊 它就是直接可以 直接可以 可以卡在那個手機上 卡在手機上面 待會我們自己 另外再錄一段 好啦 好 謝謝大家啦 謝謝大家 有看到就是有 沒有看到就是沒有 沒錯 來開始 嗨這樣收音有清楚嗎 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個 呃 密 密 密 插在這上面 對直接插在上面 對啊 那我們大家在這個 在用手機在直播或什麼 這可以這樣啊 這可以這樣拿 對啊 我直接這樣拿 對啦 欸現在監看畫面不見耶 對沒關係 我沒有按他 這樣 對那這邊呢 就可以 就可以錄我 就可以錄你 對啊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其實再給他一個自拍桿的話 對自拍桿 這邊再貼一個鏡子有沒有 哦 對對對 那這邊換個廣角鏡 嗯 你的廣角鏡有帶嗎 有有有有 哈哈哈哈 這樣子我們兩個一起來都沒關係啊 兩個都可以錄鏡 對啊 欸真的耶 你又看不到 哈哈哈哈 沒有我大概感覺的到啊 哦是啊 對啊 對啊 我們這種我們專業的 專業的就 對不對 專業現在已經專業錄影了 是啊 所以這蠻方便 然後後面這個呢 可以來監聽 接耳機就可以聽到 嗯嗯 那個前面偶像講話 有沒有收到聲音 給手機用啊 我們把這個毛毛拔掉給大家看 如果你的那個環境不是太吵雜的話 其實就不用裝毛 對 因為毛基本上呢 還是有一點那個 欸他這次借出去很多了是不是 對啊 正確教大家一下 這個應該是要這個 有封的時候才用 對 沒有封的時候 像一個黑梯就永遠都放在上面 沒有我現在封很大啊 我現在封很大啊 我現在 我都室外環境 錄Vlog的話 在路上走一定 一定就是需要裝毛毛的 可是如果你在家裡面的話就不需要 對 不可能小孩在旁邊或老婆 而且我這個好硬 對對對 它是 它是硬的 因為我這個是軟的 它毛比較短 可是那個應該會 會比較專業 我覺得它這裡面還有泡棉 有 泡棉之後再加那個 然後它會卡進去 它會卡上去 對啊 對 像我這裡面就沒泡棉 是幾個事情 對啊 它怎麼積累的好啊 它的穩定性沒有 我在測試它這個東西的穩定性 好 因為 好 你剛還沒有夾 它可以夾更緊 對啊 更密合一些 這真的夾很緊 對啊 來手刀 好 一直 一直想要手刀 可是我感覺 我感覺它 之前在影片上還看不出來 它到底有多穩 但是現在基本上 超穩 超穩 它真的超穩 因為大家都覺得 只有擦那個Lighting 會覺得會 黏黏 對對對 它還加那個加固的 我覺得還蠻好的 還不錯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還不錯 每天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沒有辦法上那個 穩定器 那個 影像 影像的聲音 跟外置設備的聲音 可以到Findle Cut 裡面去 去它會match 對啊 對啊 但是如果說 像我剛剛講的問題 我錄完才發現它不同步 就沒辦法去拉 要自己靠感覺 所謂不同步是什麼意思 就是 聲音比我講話 比我影像慢 然後呢 所以我幾句還要match 呃 這時候就是說 你看為什麼我前面都要拍手一下 有沒有 就是拍的那個 跟聲音的那個 去合就對了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假設你真的 跑掉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用到這個 拍的這個瞬間 去找那個聲音點的拍視點 哦 你是不是有一個對照點去 拍 然後就是把音合在這邊 對對對 然後它後面就會都會順 對啊對啊 對啊 就是多了一個 拍手是個用意這樣 對基準 不然的話我們這樣講話 你要對到我現在講話 這個聲音很難 對 對真的耶 對啊 那這個點其實就是 你看為什麼你要拍片 就是拿一個打卡的這樣 啪 它就是要 對那個 剛剛上面還有那個 當然在上面還有TC 就是那個Tyco 那個時間嘛 就是那個什麼片啊 什麼時候拍的 對啊 還有那個時間嘛 其實他們其實主要是用那個 但是 那個拍的那個當下呢 就是說聲音的同步 其實還是蠻好用的 嗯 多設備的同步啦 對啊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包啊 真的 我們剛剛忘了講一個重要的事情 這條就是LOD的這個 它的小麥克風 大家一看這線有沒有很細 我也是很好用的腳架啊 是啊 遮到你的臉了耶 沒關係 它呢 你看它線很細對不對 你會不會擔心它會那個 拉斷 拉斷 結果不是它裡面有這個喔 它有這個警告線喔 說這個是 很危險的一個東西 請小心使用 因為有沒有 這叫什麼 Kevlar Kevlar Kevlar是什麼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就是做那個防震背心的那個 那個纖維 這麼厲害 對啊 所以它不會拉斷嗎 不會拉斷 所以它來這邊畫一個啊 你不要拿去當那個 這個 007的那個 殺手工具 會勒死人的 會勒死人喔 對 纖維不能這樣做 因為它這個線是很耐的這個 好 客夫 這台灣怎麼翻去啦 Kevlar 呃 反正就是做那個 防震背心的那個 卡夫拉 卡夫龍還是什麼東西啦 對啊 防震背心的纖維 我拉拉看 這真的感覺很厲害喔 好拉斷算它的喔 好拉斷上我的 對啊 不要這樣玩 沒有 我稍微 沒有彈性耶 沒有彈性啊 完全沒有彈性 它裡面應該就是用這個去做包覆 這個稍微感覺一下 這個的話 這個有沒有我就不知道 它裡面沒有這張貼紙 這個也是RAD的啊 但它裡面沒有附這張貼紙啊 有附的就有這張貼紙啊 嗯 這真的 你一講我覺得摸起來質感就有差 有差齁 還是心理作用 一定心理作用 再加上這個吉米的券牌 吉米的券牌真的太恐怖了 我那天還有一個網友密我說 他是要錄那個釣魚 他要錄浮標 噢 浮標釣魚的瞬間啊 對 啊講到這個 好來來來 又有 你知不知道GoPro有一個MOD 什麼MOD 是什麼MOD 就是循環錄影模式 哦 我知道了 你知道它幹嘛的嗎 行車紀錄器嗎 不是 它可以幹嘛 它真正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一個情境 嗯 我們今天在那邊釣魚有沒有 對 好比我怎麼知道下一溝是 一小時兩小時之後 對 它就按Looping 然後就會一直錄 然後你釣起來 那順便按停止 它就把前面那一段留下來 你中的那一段留下來 好難喔 聽不太懂 好 就是它如果 它片長有本事 比如說我定程 這根Looping就是說 循環是五分鐘 對 循環錄影有沒有 對 循環錄影五分鐘 啊我聽懂了 循環錄影應該有五分鐘 但是我中的時間 可能是在 新的檔案的一分鐘 一分五十秒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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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之後它會往前拉五分鐘 所以我們今天在那邊釣魚啊 釣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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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 釣了一個小時都沒有中 但是在一小時零一分的時候 欸欸欸欸 拉起來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你把它停止 那你拉起來這五分鐘全部都在這裡 哦原來是這樣 哦這樣我懂了這樣我懂 它等於是同一個檔案 但是會往前推 那前面不重要 就是你最後要的部分呢 然後結束了 把它停止 欸這麼厲害喔 對啊 不然你看你每次 我們是不是每次都錄兩個小時 對對對 要去撿那五分鐘 對就是為了那個精華的瞬間 在檔期出現啊 所以省去我們剪輯的時間 就對了 也算是啦 聰明 那也要省空間 對 對 所以這是 這個 它的循環錄影的一個 太多學問要學了 主要的用途 其實反而不是做行車記錄器 我說行車記錄器反而不行 真的喔 因為它就 全面就不見了啊 因為我們一般行車記錄器的用途是 它會一直有新的檔案 它下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 它就是那邊一直在轉 等你按停止的時候 它前面就下來這樣 它只會留一個檔案啊 對啊 好像這樣啊 不錯不錯 長姿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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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呢 就是釣魚的那些朋友可以拿去買 你們以為錄這個東西有那麼簡單嗎 光器材就多少個 你看看 一台手機 監看的 監聽的 兩支麥 一支麥 那邊又好幾支 一二相機又監控鏡頭 又攝影機 又手上這一支 還要後製很辛苦啦 對啊 然後又沒有錢賺 對啊 又沒有錢賺 對嘛 真的 没事要補飾 對不對 大家都以為很好賺 沒有好不好 沒有 沒這麼好賺 錢都拿來買設備 對啊 你以為勒 都跑開始 就是都買設備去啦 還不趕快銬內我 你還有人 你還有沒有銬特 eu 那我朋友抖內了 對 我在錄影 對 我們在搞笑 現在在直播 這樣直播喔 對對對 對阿 報答哪一方面 麥克風 麥克風 對對對阿 對阿 我們受到鄰居的關係 很nice 紅色區的阿嬤 對阿 那後面那個沒有置入喔 完全沒有置入 對阿 你的頻道可是有人寫我愛KT 沒關係 記得抖內幾米球球 不要抖內錯 謝謝劉凱元